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既然是小仙女的生日 那礼物当然是不能少的 虽然你今天送给她一根簪子 那晚上嫌能天天带啊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这个最适合 价钱不会过于奢侈 小仙女绝对不会觉得有负担 而且 把你的爱涂抹在她的嘴上 最后有一点一点的还给你 但是雨萱好像不喜欢这些 我发现你是真不懂女人 没看过那个电影吗 Tiffany的早餐 贺本演的 a girl can't read that start of thing without her lipstick 所以 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美 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口红的诱惑 再说了你之前跟小仙女名不正言不顺的 人家也不能让你随便花钱啊 嗯 谢谢 谢谢 老大 这 这给你洗劫了呗 自己的女人 自己买单 哎 老大 你不出来吗 你不出声你像吓死我呀 干什么 我是来道歉的 你这道什么歉啊 那个 哥 那件事我没控制住自己 我会对你负责的 咱们不都说好 那件事都彻底忘掉吗 而且我真的不用你负责 可是 咱们那天车开太快了 没接安全带 我的意思是 万一有什么遗留问题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 没想到你平时看起来没个症状 这个时候倒是挺爷们儿的 放心吧 我已经做好售后处理了 不会给你这老司机添麻烦的 怎么 为你考虑你还不高兴了 没有 开心 开心 行吧 既然确认完那你就走吧 以后也别再来了 好 咱们就此别过 拜拜 你还想干吗 公司福利 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送你了 再见 晚安 这人搞什么鬼啊 那我们明天去哪儿玩呀 那我们明天去哪儿玩呀 保密 明天你就知道了 明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 好吧 那我明天等你啊 那我先睡了 这么快就睡了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好像没忘什么呀 我好像没忘什么呀 我还没占你便宜呢 行了吧 哎 我说老板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现在脑子里面一天 能不能想点正事啊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重要的正事 那 那既然我这么重要的话 你把脸贴过来 你把脸贴过来 雨汪 怎么回事 我进来了啊 嘴怎么了 è 这是最近流行的分尘操 天使可以让嘴巴变得更性感 性感 来 性感不合适 喝了 早点睡觉 爸 你也先睡吧 我等杯子 快喝 好 乖 爸 那你也赶紧去睡吧 又玩手机 对眼睛不好 早点睡觉啊 知道了 晚安 好 默默默哒 晚安 默默哒 什么情况 我看偶像剧呢 爸爸知道 默默哒 默默哒 贵 贵女没白养啊